样刚在9月11号发了一个通报 中间提到了很多内容 但是有一条我想特别的重要 就是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和试点 数字人民币说了很长时间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再次提到 我们要结合一下现在人民币所处的国际环境 一起来聊一下 同时我们试图要去解决什么问题呢 不是解决 就是往什么方向来聊呢 就是我们中国经济遇到一些问题 一些困难 有时候我们仅从国内的经济角度 发育的角度去聊 会发现这个确实困难很大 这个不是很好解决 我们从英美的金融秩序的角度 再来看中国 好像困难也很大 但是如果我们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 从人民币比如说 有没有可能实现局部的自由对话的角度 再回到这个问题根本上来 数字人民币如果说能够拓展 这些角度来 那么可能很多问题就迎论而解 我们就能够在很多确定的领域 确定的地区 确定的行业方向去加杠杆 那么我们很多的货币发行出来也不是超发 就是一旦有非常好的地缘环境 国际环境 那么数字人民币的这种拓展 扩张 或者我们说的简单点 就是发放更多的货币 就不是简单的会造成通胀 而是会促进一种新循环的形成 就是我们人民币金融体系的形成 就从这个角度去发现一下现在的地缘环境跟国际金融环境 我们前面说的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他们是五眼联盟中间的四个最大的经济体 他们同步加息都超过百分之二 这个幅度都很大 而且在不断的加速 欧元也跟上来了 那这样的发达国家这么庞大的体量 还这样去加息 很明显这个美欧日元这整个体系 遇到一个衰退的这个风险 当然了 其他的国家衰退的风险其实就更大 就是他们有收割的这个能力 但是所有国家都会甘心被他们收割吗 明显不会 比如说卢布 俄罗斯的卢布就已经是烙开了美元 那在前几天 这个普京总统在弗拉第沃斯托克的这个讲话提到了 俄罗斯天狼气股份有限公司 将会用卢布跟伦币进行结算 烙开美元 那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加入这么一种环境里面 比如说过去大半年的时间 阿根廷 沙特阿拉伯 包括印度 包括很多国家 这个都有提到用伦币结算啊 计价啊 种种方面的问题 就是说这样的地缘环境 国际环境是越来越好的 那我们也要做出一定的回应 那这个回应其中一个 我们刚才提到了 问题就是 人币能不能自由兑换 或者说局部自由兑换的问题 但是我们仍然还要回到英美 这个金融体系 他们正在疯狂加息这个问题上面 如果说不止卖的有点大 那么可能呢 就会遇到很多全新的困难跟挑战 我们没有遇到过的 比如说一下子 可能前很多大幅度流出 这个欧美利用他们的舆论优势啊 这个中东方面的问题 这个包括现在金融上面 还有很多的这个优势 那这个样子会可能造成一定的劳动 甚至这个劳动还不会小 所以说央行这次数字人民币 因为数字人民币它的特点 应该说啊 我的猜测的话 应该是比较好追踪 因为数字嘛 对不对 而且是在央行这种设计下面 他提到了研发这个词 应该说这个追踪这个问题 或者说流向这个问题 会比较好收放 所以我想央行这一次提到数字人民币的研发 实际上是回应了国际金融体系下面很多碎片 他们对人民币的需求 特别是因为地缘冲突 或者地缘政治的因素 导致了金融体系脱钩 比如说卢布 他再不可能回到美元这个体系下面 是不是 那他对人民币的这个需求 就会显得比较有甘心 那这也就是说实际上 我们可以打破不可能三角 什么是不可能三角 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 他不可能三者兼得 哪三者 就是资本的自由流动 资本自由流动就是指钱自由的汇进汇出 那固定汇率就是跟很多国家的货币 它是不是浮动呢 还是说固定 那第三种就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就加息还是降息 这些这个货币政策 那是不是独立 这三者是不能够同步进行的 那有没有例外呢 美元是例外 这就是他的金融霸权的体现所在 这里我想插开点说 就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了这大半年的时间 对于他自己来说有哪些收获呢 这个可能能者见能 智者见智 这里我们不重点展开 我想说的是从结果上来讲 俄罗斯实际上是用他的军事牌 打乱了美西方国家的这个金融秩序 不能说打断 不能说打税 至少是打乱了 那这样子的话 实际上我们能必一直在想国际化 对吧 因为我们的贸易很强 我们的经济势力不断在扩张 能力非常的强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打破这个不可能上角 对吧 按以前的这种情况来说 但是俄罗斯的这种劳动 对于西方秩序的劳动 特别是金融上面 让我们有可能很快速的 瓦解这个不可能上角 就形成我们自己人民币的这个体系 那这里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实际上在很长时间维系了两点 一个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还有一个是固定汇率 资本流动相对来说 广资会更严一点 但实际上这三者之间是可以微调的 比如说我们固定汇率 也不是完完全全的 我们是参考一揽子 实际上它也是可以 有一定程度的浮动的 对吧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实际上我们在很长时间里面 也是参考了美元 像上一轮美国加息的时候 我们也加息 美国降息的时候 我们也加息 它是相对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美国最近这已经 刚才提到了 已经加息了超过两个点 还不止它一个国家 然后我们再看固定汇率 实际上我们浮动的程度越来越大 汇改以来 这已经好多年了 汇率问题上面 我们也是以市场的方式去调节一下 并没有说非常深度的去怎么样 然后最后就是资本自由流动 现在的关键就是数字人民币 它可以做一个非常大的缓冲 按理来讲 如果我们完完全全已经实现了人民币的国际化 已经建成了自己的贸易 金融 整个内比较闭环的这种循环的话 实际上人民币可以完完全全的资本自由流通 但是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还是一个过渡的阶段 所以这个数字人民币 它的这个试点研发的这个通报 在这个时间点发出来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差不多应该是正在迈向这个人民币新的这个壁环 就是打破原来这个不可能上角 就形成一个比较有壁环效果的这么一个经济体系 那这个经济体系里面有很多个国家参与其中 有很多资源在参与其中 有很多的贸易参与其中 那这个就非常厉害 总之我们看到现在的地缘环境 国际环境以及国际的金融环境来看 人民币确实已经具备了 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美元地位的能力 那么这样的契机已经形成 我们说的再具体一点 就是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个问题上面 稍稍有一些压力 但是数字人民币 它可能可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时间点 在未来一段时间 就是这个安全性如果能够保证的话 在未来半年 英美狂暴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下面 或者这么一个现实情况下面 那么我们人民币可以在很多个掉落的经济体里面 把这些碎片捡起来 组建一个以人民币为循环的这么一个贸易结构 然后大家再回到传统的目光 看经济的话 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 只不过他迎刃而解的方式并不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两种方式 是我们刚才最新提到这个国际化的方式 好我们这个段面聊到这里 俄罗斯在哈尔科夫方向上的撤退可能是这一次战役的一个重大转折 甚至可能是世界格局的一次重大转折 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美西方国家在乌克兰上面的支持 没有丝毫的放松迹象 反而是增加的 特别是这一次军事行动 美西方应该是投入了非常大量的军事资源的 以及这个影响力的投射 包括说整个战略资源的投送方向都有非常的多 那这也就是说俄罗斯面临的现实情况 就是战略上可能要有采取收缩的动作 那么我们前面说的 美英秩序出现了瓦解的这个迹象 可能会短暂的出现多极化的情况 那么我个人的说法是短暂的出现碎片化的情况 特别是从英美秩序上面掉下来的碎片会不断的增多 但是这个短暂的多极化或者碎片化的世界会持续多久呢 不好说 但目前看来俄罗斯在战略上被消耗的可能性不断的在增强 因为这一次的战役很明显 美西方是铁了心的要这么干 所以我们说俄罗斯被消耗跟欧盟在冬季非常难过 这两个事情其实并不冲突 就是很多人在判断这两个事情的时候觉得他们是冲突的 其实他们两个双方可能都在被消耗 那么我们说这个世界可能迅速就迈向G2 就我们说我们前面一直说 我说咱们要做大哥了嘛 咱们要做大哥了 好那这个大哥当然一开始可能不是说跟美国比是大哥 而是说跟美国能够大致分庭抗理 在有一些地方我们影响力跟能量不如他 但是也有小部分的地方 也许多数他的影响力比我们大 但是肯定有少部分我们的影响力比他还大 能力比他还强 那整体块头还是他们大一些 但随着这个局势的演进 我们可能会不断的把一些碎片蒐集起来 那哪些碎片蒐集起来呢 比如说眼前最大的 我们说俄罗斯自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那么他可能是想实现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就多极化总不能让我横跨压欧大陆的一个国家 让你北约一直在这个方向上东扩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是哈尔科夫的这个撤退 我们看到美西方的这个意志非常坚强 反正他内部不担心消耗掉其中一方的力量 就是欧盟欧元区的方向 他也要让俄罗斯把它压下去 但注意这个是消耗其中一部分 美国自身利益可没有受到太大的这个创伤跟挫折 那在这样的环境下面 难道他这些付出的人他不会掉落下来吗 我想多少可能会掉落下来 一次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现在当然已经是没有这个回头路走了 但是实际上从结果上来说 俄罗斯不单是消耗了这个欧盟 把自己也消耗了之后 实际上是把自己也推向其中的一方 当然我们这里要反过来说一下 俄罗斯绝对不是没有反制的能力 不可能说会吞下哈尔科夫这个苦果 这个肯定是会有很多的反击的 那么这最后我们说这个欧盟被消耗 只会更加的切实 更加的有切夫之痛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像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匈牙利像这样的 之前就跟欧盟不太和气的 可能会更加加速的退出欧盟 那么欧盟解体这个风险也是在不断的增加 这个我们前面说了 不再说我们只是想强调一下 俄罗斯他在军事上面也不可能 他一定会缓过神来 会把自己的这个战略力量都压保 都往乌克兰身上压 那美西方的这个日子也未见得 特别是欧元区的这个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 那聊到这里结合我们前面一个短篇 说到人民币将会突破 不可能三角这个情况 跟美元形成一种分庭抗理的这种局面 其实不单单是这个货币方向 很多方向我们都是 我们不单承受了美国一整轮 一直持续到大王小王金融军事这方向的压力 其他方面就更不用说了 贸易啊科技啊什么所谓的人权啊 这些方面都不用说了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欧洲跟欧盟跟俄罗斯 这样力量的这个掉落 我们也看到其实俄罗斯 他整体的能力实力还是弱了一些 所以我想说这些种种我们一直以来 我们去年以来到现在也一直在说了 就我们聊这么多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有个心态 差不多是做大哥的时候了 这个虽然说我们不做大哥好多年 对吧 这个一年多以前我们聊 这个能比的时候也是这么聊的 但是现在越来越是往这个环境上走 那如果说全世界都准备好了中国做大哥 我们的这个网友们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那不是被别人家笑吗 别人都叫歌你都不敢答应一声 那都没意思啊 所以我是咱们的聊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这做歌呀 你要我们做了差不多两千年的歌吧 这做回来这怎么有什么 有什么不对吗 有什么不好吗 挺好 总之我们不管是回望过去几年 十几年几十年 还是说横向看这个国家 看那个国家 看欧洲 看美洲 看南美 看中东 看非洲 还是说我们这个 只考察 只打量我们竞争对手的这个行业 那个行业 我们基本上整体上来讲 做大哥 应该说还是基本够格的 所以我们这个 大家一起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好 我们自己打扮一下 我们自己打扮一下 我们自己打扮一下